前陽明這些個股 站上了本月的高點 算是聖誕快樂股 好 請教維泰 這些個股聖誕快樂 替自己買個禮物 算是買到賺到 但是能夠漲過跨年 可以續報嗎 維泰 這麼多的一個族群 都是在12月份表現 都相對的不錯 但是呢 如果說從位階來看 它就有差異 舉例來說 目前包括像是這個面板 包括像是友達 還有像是群創 其實說真的 他們的位階 都在相對的高檔 或許有人說 它這個距它之前的這個 套道區 還有很長一段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個人認為 短線上 它確實有一點點 就是有接近高檔 要出現震盪的一個可能性 那還有像是航空股的部分 最近其實 不管是長龍航 或者是華航的部分來講 它這一次的一個 這種往上的一個拉抬力道 好像並沒有像之前 來的這麼樣的一個強勢 至於一些 從剛剛從低檔所發動的 像剛剛所提到的 塑化股的部分 甚至說目前看起來 生技股個人認為 它的一個籌碼 都還沒有說出現 很明顯的一個爆量跟鬆動 我想這些個股 或者是網路的族群來講 應該都有機會 跨了這個12月底之後 那元月份 都還有機會再往上再做走高 好 當然看看這些個股 站上本月的高點 當然12月行情也是不錯 也許是有些 才剛剛跌升反彈的 這氣勢上能不能夠延續 我們不只是看12月 我們看今年你的投資 今年如果你壓對保的 這報酬率非常高的個股 你有沒有買到這10檔名牌呢 我們來看看 今年報酬率非常高的個股 有哪些已經算到今天 大概聖誕節左右的時間了 大致也是底定 包括了單景 今天漲幅真的是很猛 有370%之多 另外 力旺 翔碩 宏傑科 星象 金象店 創為華泰 何旺 佳澤 當然很多是中小型的個股部分 做這種表現 這報酬率今年高 趙宇也請教你 壓對保 買對紅包的 真的是賺到 買到賺到 但是這些個股 明年也可以算是有保證 它會漲的嗎 我們拿第一名單景來看好了 你看單景 我們看到只是它成功之後的 成功的光芒 我們這樣講大漲 可是各位 如果移到4月份之前 你看它根本是沒有漲到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投資人要找的是 並沒有大漲的股票 這個是我覺得 按照過去的經驗 你今年大漲的股票 你明年要再大漲的機會不太大 所以明年要把這些名單拿掉 不能放在投資名單裡頭 這些當然它會做震盪 它不可能馬上就死掉了 應該這樣講 但是它要像今年一樣 這樣子再大漲 我個人認為機會不高 那我們看報酬率最慘的呢 會不會放在明年有機會翻身的個股上呢 今年報酬率最慘的當然看到都是出市的個股 第一名第二名其實都出了大事了 有些出市有的是賠錢的 有些賠錢 所以這個今年報酬率最差這些股票 那麼其實我所選的是一些比較熱門的 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想我舉幾個例子跟大家做個報告 那我所選的裡面包含像 其實像華爾科 我為什麼選華爾科 我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因為華爾科在去年 人家公司認憲政認9塊多 漲到62塊錢 我要跟大家講 真正社會最大的不是一般投資人 而是什麼 當時去買華爾科私募的南科 就是現在的南亞科以及南亞 因為他們認華爾科私募總共認60億 認在9塊4毛7 所以明年來講 我覺得這兩間公司就會受惠 因為他的私募的一個賬上價值增加 所以今年來講華爾科漲得多 但是明年來講 我覺得華爾科的漲幅 可能就不會像今年這麼大 不會像這麼大 那其他來講的話 像楊華 像這個全埔以及像利旺 這個都是小型的股票 這個都是漲得很多 那反而跌的股票來講的話 各位注意我們找幾檔股票 我們看楊成的一個K線 各位你發現到 他是從去年開始漲 他是去年大漲之後 今年做修正 所以因應我跟各位講的 等於說今年是把去年的一個漲幅 都吐回來 那你今年大漲股票 明年會不會漲 我就拿這個例子跟各位講 因為楊成是屬於去年大漲的 他今年反而回頭做修正 再來我所舉的第二檔例子 這個4947的昂寶 一樣K線 我們把時間也放到 連去年一起把它弄進來看 你會發現到什麼 他也是去年大漲 先漲過了 今年修正 對不對 這裡面都是一樣 包含像美率也是一樣 很多人有美率 那你看美率的這股價 這個在去年真是飆翻天 一路往上漲 五峰也是一樣 那作業檔融創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因為這檔股票 它是掛牌之後 完全沒有蜜月行情 就下來了 72塊掛牌 是 72塊掛牌 結果股價腰斬 今年腰斬 那這間公司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鴻海集團的 它是泛鴻海集團的概念 它的大股東是日亞化 持股超過一成 那麼我們認為說 它在掛牌之後沒有蜜月行情 72塊掛牌最多跌到45塊錢 的一個情況之下 搭配LED行情 我是建議大家說 你早去年 它因為股價修正 到最近來講 相對低基期的 那明年有沒有機會轉機 翻向上 那再加上說 所謂集團的作賬行情 其實不要極限於 所謂年底最後一天 甚至剛剛鼠胖有講說 可能是在為明年上半年 做準備 所以我說在跌升的 跟漲多股票裡面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 一起來做一些印證 那另外 重點如果能夠看遠一點 2015年到底外資 會壓寶什麼族群跟個股 最近已經有外資 在發報告了 有人看 春節的受惠概念 有人看明年上半年 可能什麼題材的利多 顧總有沒有這樣的資料 外資看好 明年的壓寶股 會是在什麼地方 我想我的看法 跟趙宇可能有 一點點不同 我的不同是來自 我看股票 我一向都是看 產業的成長性 如果這產業成長 是持續成長 我不管它今年漲過沒有 我還是持續會看好 我舉個例來講 我記得去年 我在跟凱明連線的時候 我們講到3529 力望這檔的時候 它是80塊 當時我一直看好 在行動支付的這一塊 因為它是未來 世界的一個趨勢跟潮流 那這檔股票從去年 我記得它收盤的時候 應該收在79塊這附近 78塊附近 可是今年最高 這一波已經漲到390 最近是384 我認為這種產業 現在未來明年還是會好 為什麼 你看上個月 麥當勞 美國麥當勞總共有1萬4千家 它在1萬4千家當中 它有一半 一半的收入 全部來自Apple Pay 這個所謂iPhone 6的行動支付這一塊 像Apple Pay 引發的NFG晶片的需求 包括了物聯網 穿戴裝置 無線充電 也帶動了細緻財應用的大增 那我們請導播看一下它K線 下面給一個外資的買賣超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這麼小的一個股本股票 今年外資從頭到尾 買超它2萬多張 居然會壓寶這種小股 對 它就是壓寶這種 產業反轉向上股票 你可以看外資的進出 它幾乎是一路的買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說今年有三個產業看好 一個是所謂的這種行動支付 一個是物聯網 一個是所謂iPhone概念 那iPhone概念 那我們來看看有一檔叫做 6147的奇邦 6147奇邦 你今年如果觀察大概前一波的時候 也是所謂的外資跟投信 甚至投信是每天都買 買了兩三個月 它股價一直創新高 所以我認為這種股票 今年只要業績營收 還能成長的 還能提高的 它一定還會繼續漲 但是如果外資跟投信壓寶太多 它的財報公布出來力多 股價沒有漸新高 那這種你就要不要小心 那最後一檔 我覺得是今年最 我覺得非常亮麗的一檔明星股 也是剛剛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在這地方第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的金豪科 他轉強 對 他轉強 他剛剛轉強 為什麼轉強 因為金豪科現在開始做物聯網 剛剛鼠方就第一檔講到這 我也嚇一跳 因為它去年 你看它的全年營收是2.62 可是今年前三季已經漲到多少 已經它的EPS 已經達到3.14左右吧 它的營收是大幅的跳躍 因為它搶下了 中國物聯網的市場的大的訂單 如果我們看月線或是周線 導播看一個長線 你會發覺這檔股票最高的機器 如果看月線它在400多 你看那個圖形 它在400多 可是這個底筋打了好多年 那它開始轉型到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覺得它可能是今年外資跟投信 會值得注意到 那如果你再回過頭來去看 外資的買賣超 你會發覺外資起的遊售 突然就買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些股票 大概夾帶著題材跟營收同步成長的 我覺得今年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好 講到2015年外資到底 看中什麼樣的方向跟個股 會不會是還是整個題材趨勢 在科技產業上的聯動有關 倒是值得注意 不過今天是平安夜 外資沒放假 繼續買超台股30幾億 那一樣看看外資在買些什麼 我們看今天外資買超 當然可想而知的群創友達 今天很猛的友達 還攻上掌金板 就在外資買超的前幾名當中 聖誕節是不停歇的買 另外還包括了 仿鉛股的中鉛 NB股的宏基 鋼鐵股中鋼也回來買了 還包括了開發金 另外看起來最近好像蠻愛聯電 而不愛台積電的 買超聯電有4500張 速化股也有買 在外資名單當中是華夏 還包括了金融股的 少見的金融在買超名單當中的中性金 另外就是廣達了 好 先請教這個鼠方 看外資買超的名單當中 這面板雙虎呢 會不會在明天的行情當中 聖誕節的時候 可能繼續的快樂又瘋狂 就是面板雙虎鼠方 其實我覺得面板的一個走勢上面 它很少急觸性噴出的 它都長一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時候你受不了了 它又給你長上去 這是它的特色 因為它股本真的很大 但是我覺得大家看這張赤卡上 有沒有發覺外資在今天買的呢 它共同的特色叫做老帥出征 不是大家覺得很吸引的股票 都是一個老面孔的股票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友達跟群創 它的K線圖 我們來看2409的友達 第一件事情 它今天放出很大的量 第二件事情 它的創新高比較乾脆 我們來看盤中走勢圖 盤中友達的走勢圖 它是這樣鎖到底 我們來看3481的群創 它就比較不乾脆 也就是說它是跟在後面的 基本上你都是永遠找什麼 第一個穿出去的 它會是比較好 那第二件事情 我們拉回到2409的友達的 日K線圖裡面來看 因為我們跟大家講 其實友達它也曾經出現過 一大段的漲幅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到 它不是用噴的 它是貼著五日均線在走 那在當時候 因為你看後面量更大 它也是開始出量之後 它才開始往上走 所以在今天裡面出量 它是很重要 可是今天量非常的大 對 所以我說這個是關鍵量 我不認為明天可以追友達 我要先講 我不認為明天可以追友達 它呢 如果沒有今天爆這根量 它就跟大陸股是一樣 叫做雙背離 因為KD指標沒有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它爆這根量 它告訴我是一度背離 如果是一度背離的話 基本上它這個 未來有可能會過 所以你可以拉回 只要五日均線量縮而不破 你可以找買點 但是如果你再去追呢 那五日均線的乖離 我們跟大家講 當然每次乖離大一定修正 乖離大一定修正 今天就乖離大了 乖離大 所以明天裡面 它很容易出現什麼 高檔之中的震盪 那另外一部分 我們再看老帥出征的 還有2353的宏基 第一件事大家應該最近 有看到一個消息 叫做宏基呢 它開始要做現金增資 但是呢 它是折價的 那為什麼股價不跌呢 那是不是代表 一般投資人手上 到底還沒有這檔股票 按照道理講 一個現金增資是折價的 會賣老股換新股 可是我們可以發覺到 外資沒有去換 續買 這個特點上面來講 我覺得很奇怪 這跟我們一般操作 在現金增資的股票的特性 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認為那這一檔股票 可能後續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消息 尤其是最近宏基有很多利空 一個現金增資折價 一個歐元的問題 今天外資反而買的 所以後面上面可能在營收 或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中 可能有不錯的成績 那我認為這一檔各國 我們看長一點點了 現在要看長一點點 它其實呢 這個叫左右肩 這個叫底型 所以它在完成什麼 右肩整理的型態 那像是今天的聯電廣達 也都是在買超 尤其聯電 好像外資特別愛聯電 而不愛台積電 我們來看2303的聯電 那我認為呢 其實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比較認為 未來裡面空間比較大的 一定是要兩年之內漲幅比較少的 台積電好不好 我認為台積電絕對比聯電好 就本質上面 但是就一個股價上面 它真的連漲太多年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聯電 我認為剛剛也談到說 明年CS大展 或是明年裡面 電子產業流行什麼 它可能流行的叫物聯網 它是中小型的IC設計 它流行的可能是 我們說談到USB3.1 它也是比較有利於整個一個聯電 所以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聯電呢 它今天唯一的問題就是量不夠 乖力也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類型的個股上面 只要現在只要擁有晶圓的 我認為明年都好啦 都還好 都還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廣達 我認為廣達 應該是未來裡面 蘋果概念個股裡面 在未來要留意的 因為Apple 就是Apple Watch的部分 大概就它 你看蘋概個股 第一個它機器不高 第二件事情 蘋概個股其實在最近的表現 都比較弱 它相對性的 它是預備出去的一檔股票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 今天拉回來 最主要是投信在賣 但是我覺得這檔股票 在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它的獲利數字 在明年是有機會 比今年大幅成長 好 至少往12月的高點來靠近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是外資在買什麼 那今天外資在賣的呢 如果是真的在聖誕節 真的放假是準備賣超 現在還在賣 有人說該賣的早在節前就賣了 差不多 今天還在賣的 我們注意到包括 航空股長榮行 居然是賣超第一名 油價不是還在跌嗎 為什麼 外資就先調節了長榮行 最近幾年長榮行 好像也都沒有衝上去 另外還包括了音業達 還包括賣超日月光 不是台幣貶值受惠嗎 那為什麼日月光外資還在賣 更重要還在 宏達店 宏達店的部分 看起來12月好像行情 又沒有特別好 外資好像又轉賣了宏達店 又賣了比較多 那之前才說 很多公司的員工高層 領了一些 還繼續加碼股票 但是消息溢出之後 宏達店反而是跌的而沒在漲 趙宇怎麼看 來我們先看第一檔 長榮行 我先幫大家示意 第一個大家會認為漲多對不對 好 那剛才薯方講個重點了 現金增資 長榮行要現金增資 所以他這個漲多之後 外資會不會 當然我們是合理懷疑 就是他可能賣勞股 賣勞股換新股 所以這個地方有所謂的高檔結帳 也有可能也有所謂賣勞股 任薪股 所以這兩個 有可能 像長榮行今天賣超 但是大家不要忘 外資今天買華航 只是沒有排在全市民 所以這個第一個跟大家做報告 那第二個來講日月光 日月光現在在賣超沒有錯 可是我們把日月光線圖打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看起來 你覺得日月光好像 它沒有漲很多 那為什麼外資要賣它 我們把時間把它拉長到一年的時間 你會發現什麼 它是相對在去年已經大漲的 同樣的股票 我用這個做例子 我為什麼剛才跟各位講說 基期很重要 你看細品就好 看細品 你會發現到 其實細品的一個走勢 相對上來講它比較強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期相對上來講 沒有日月光那麼高 所以細品在最近它的一個 如果你拿10月份開始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一個走勢 是比日月光強的 這是一個股價高低位接的 那再來剛才凱明 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既然股價積極低 那為什麼外資在賣英業達 4793 我想這個問題一定會有人想問 一樣我們上英業達的K線 你如果你看今年 這個英業達好像有跌對不對 時間放兩年 它是從9塊5 從最左邊那地方9塊5 漲到32塊3毛 只是它是漲在去年 大家忘記了 今年來講 它在這個地方做中期的整理 所以這個部分位接很重要 再來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像這個賣超部分 還有什麼東西 宏達店 這個宏達店 我想可能是因為之前 有一些消息講得不錯 那外資可能也有在跟著消息 在做一些這個 在買進的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宏達店 之前它是買的嘛 都是買的 12月前 對 但是好像近期來講 股價有做一個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可能有一些外資 是這個短線上做一些停損跟停地的動作 所以 攸關後市 我覺得宏達店的這個外資 這個賣超來講 可能會要稍微去做保守的看待 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來講的話 開明有談 他說大家都在統計 很多宏達店的高層增加持股 對 其實那不是增加持股 它是配股出來的 因為它在之前有員工的一些所謂的 就類似我們說員工的一個配股 它是用鎖住的 是 那在這邊裡面出來 所以會匯到了員工的戶頭 所以那並不一定代表它真的加碼 那第二件事情 當員工可以拿到這些股票的時候 會有賣壓 我這樣講 會有這些股票的時候會有賣壓 那宏達店法人賣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新機 新機就為明年裡面 推出新機的一個時程上面 有一點不如預期 那至於音業達的部分 其實被賣的原因是因為 以前小米機大家就想到音業達 對 可是現在的小米機 目前未來裡面來講話 在組裝代工的部分 它會分成 分成很多家 所以這不代表音業達它不是獨享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原因在這裡面 好的 這是剛剛看到的外資買賣超的部分 但是也讓人非常注意 在外資買超裡頭 居然罕見的見到了一檔 小型的傳產股 它是華夏 還買在前10名當中 而且華夏也不只是出現在外資買超裡頭 還在投信的買超裡頭 投信在今天加碼的個股 好多是傳產股 我們看到的是包括有台速 華夏 台劇 還有長榮陽明 亞劇 這些個股 當然台劇集團好像蠻多的 最近當然我們講到的這個作帳行情 連投信都來參一角 今天還漲到買到了台速身上 塑化股真的行情熱到可以 現在回到龍頭股上嗎 維泰 好 我想一般來講 目前的一個油價的下跌趨勢 我想短時間之內大概不會改變 換句話說其實在上游的原料的成本 會持續下降 也就造成它利差的一個擴大 所以目前看起來在中下游的 包括剛剛所提到像台劇亞劇的一個部分 甚至包括像是這個台速跟華夏 他們都是有這個利差擴大的一個題材在這邊 其他包括還有像是這個國橋 南亞或者是在中石化 都有這樣子題材的一個部分 再加上其實剛剛大家都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的股價都跌了很久一段時間 位階在相對低檔 所以現在看起來在接近這個年中作帳的時候 這種相對在低檔 而且股價相對偏低的這種個股 往上去做作帳的時候 確實是比較簡單更容易 這個是真的急行軍 一年不作帳 一做下去 所有二線塑化類股幾乎全部佔在年限之上 而且很重要一點 大家沒有注意它的季線 二線塑化季線 全部翻揚向上 這一點比金融指數還要漂亮 可是我們要怎麼看賣訊呢 好 如果說從整個這個塑化產業來看 我個人觀察到就是其實有幾個族群 是目前來講 可能它利差擴大的狀況 會維持到在2015年上半年的 包括像是PBC 因為是以西的一個報價 最近跌得非常非常的兇 好像SM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的利差確實有在最近擴大 上游的本它跌得很兇 那其實包括像EG的部分 這是其實包括像這個東聯 像南亞洲是漲這個EG 利差擴大理財 還有像是秉錫青 AN的部分 中石化 那其他的包括像是台具跟亞具 這部分來講 他們主要的產品是PP跟PE 那PP跟PE基本上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產能 還是持續做開出 所以我比較認同說 像PP跟PE這類的族群 它的一個股價的一個上漲 比較像是跌升的反彈 所以如果投資有人想要去進行 這種比較去中長線 破斷的超出的話 大概就著重在包括像SM PBC跟EG這三個族群 這三個族群 可能可以有續報條件或空間 會不會漲到明年第一季 這也是可以觀察的 因為這幾天 可以算是集群金勢的 二線說話股全面的在點火急 但也有集團作帳行情的 這種特色跟味道 好 講到今天是平安夜 外資投信 自行商都站在買方 那您知道嗎 在各國的平安夜 還有包括聖誕節是怎麼過的呢 真的是有很多是你想像不到的 五花八門 待會告訴你 他送給了他的爸爸媽媽 一個聖誕大禮 他送給他相當驚人的勞力士手錶 還有包括法拉利跑車 他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他是一個英國18歲的男生 而且他居然在股市 還有包括國際的商品市場當中 他學會了操作 更重要這個是 他並不是什麼樣聰明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學習障礙者 他居然可以變成股神 怎麼辦到還可以變成今年 他的爸爸媽媽的聖誕老公公 是他來當 顧總 這個故事滿有趣的 18歲變股神 但是我們比較好奇 他居然是個學習有障礙的 這個年輕人 怎麼看 我們應該這樣講 他是一個閱讀障礙者 那基本上閱讀障礙者 他對周邊的事物 他敏感度會非常強 那全世界有非常許多的 這個著名的投資大師 那我認為他是 已經是第四位了 他跟父親借了2000英鎊 2000英鎊是折合台幣多少 10萬 可是他到操作完 到這個階段操作過程結束之後 他賺了1750萬的英鎊 好幾倍 1750萬是折合台幣8.6億 也就是他用10萬塊台幣 去賺了8.6億台幣 那麼我想這個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為什麼 因為英國的太陽報 是一個非常大的報紙 他一定經過查證 或是說他最後 他在這邊看到他有一個 所謂的投資的一個辦公室 或是擁有所謂辦公室 幫客戶操作 那這個消息不假 那在先前美國也傳出一個 投資的一個所謂資訊 就是有一位高中生賺了7200萬的金 那是假的 那他這位庫克呢 你會發覺庫克的名字好像很熟 美國的這個蘋果的這個執行長 也是叫庫克 他也是叫庫克 英國庫克 那以後各位記得 小孩命名就取庫克 他會很賺錢 那當他像這個父親借了2000萬 2000英鎊的時候 他從10萬賺到8.6億 怎麼做到的 他去利用可能一些程式的交易 或是他自己的直覺 比如說他父親常常跟他講 這個天氣的變化 會造成穀物的收成 或是這個超級市場的變化 有什麼變化 這個波動 價格的波動 他很有敏感度 所以他就去操作 那他花 他最近呢 在今年的聖誕節 他給他父母呢 什麼樣的東西 他給自己什麼禮物 他花了17萬的英鎊 買了一台法拉利 犒賞自己 他花了2萬英鎊 2萬英鎊 折合台幣100萬 買了勞力士的名表 送給他的父母 原來法拉利是送給自己 法拉利是送給自己的 然後他其實很誇張的是 他其實是有閱讀障礙的 那十幾歲呢 他就對股票開始感興趣了 那英國呢 有所謂五科的中學會考 其中他去考三科都不及格 都是最低的那種等級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 有學習閱讀的障礙 他居然在超市 開竅了他的投資絕學 到底是什麼故事 這一段是什麼呢 好的 我想他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對超市那種價格的波動 他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他能夠說直接感覺 或預測到說 超市在短期之內 數月之內 或是數週之內 股價這個所謂超市的價格波動 他感覺到非常有趣 那他爸爸呢 也常常跟他介紹說 跟他說明說 天氣的變化會造成 查價的一個波動 就好像我們常常講說 夏天各位 就盡量去賣運動鞋賣鞋 冬天就去賣雨傘 因為他下雨跟天氣熱的觀念 他對這種波動非常有興趣 因此他每一次 在做這股價的預測的時候 或是價格波動的預測的時候 他往往都是神準無比 所以這個情況就造成說 他現在非但在投資上 創造了一些奇蹟之外 他現在擁有投資的辦公室 還有一些代操的這些人 去找他做操作動作 有沒有在國際上 還是有很多這樣的一種 學習障礙 或者是在學習路途上 並不是如我們所說的很順利的人 但是現在居然也做出 改變世界的這種行為的 這樣的一種名人 有沒有呢 維泰 有 我們想說上帝幫你關了一扇門 他一定會幫你開另外一扇窗 另外一張窗 所以其實有一些名人 的確他也是 在求學過程當中 並不是這麼的順遂 我們現在看一個 大家都耳熟能詳 就叫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 他也是 對 他就是一個在錯學的一個名人 他首先他在1973年 進入到哈佛大學 兩年後就開始錯學了 然後去自己創辦了微軟公司 而且他在1995年到2007年的時候 這13年過程當中 都殘連了世界的一個首富 甚至他在過去這兩年 還把他的手中的資產 還把他全部捐出來 給他的一個基金會 所以其實這個算是 在我們這個全球當中 算是這個首屈一指的一個首富 而且他的一個行為 確實 對 首善 對 說得非常好 就是他的一個行為 確實讓大家 值得非常的一個敬佩 而且他也是被哈佛大學 這個公認為是最成功的什麼 錯學生 錯學生 一般來講學生 學校都會對那些這個 不求喪盡 錯學的學生 都會嗤之以鼻 就反而因為他的成功 把他譽為這個 最成功的錯學生 這是第一位 那第二位呢 則是看到在這個 Steve Jobs 就是在蘋果的創辦人 賈伯斯先生 他原本是就讀 奧勒剛的理德學院 他練了一學期之後 他並不是說他不想念 是因為家庭狀況不好 被迫去進行這個 修學 錯學動作 那麼他修學之後 創立了他一個 蘋果的一個公司 而且他在中途當中 又去這種所謂買下的皮克斯 動畫的一個工作室 所以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傳奇的人物 那不過 就像剛剛宇哥說的 天才 陰才早逝 對啊 一年早逝 他叫天才 所以其實他的可能 用腦過度或者怎麼樣 天度陰才 對 他可能就是太操勞了 所以其實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得到這個胰臟癌 然後後來就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就過世了 就過世了 不過他也改變了世界 大家現在手上都有他的作品 蘋果手機 當然講到說這種 錯學名人 大家應該都蠻知道的 幾個有名的人物 待會我們也告訴大家 其實國內其實也有 那還有哪些人呢 還有另外講到最重要在於 過完聖誕節平安夜之後 接下來幾天 很多歐洲跟美國市場都要修飾 台股要單打獨鬥 好幾天 到底台股的行情 到底在封關日期之前 有沒有不錯的表現空間呢 待會告訴你 原來在全世界 有這麼多的知名中錯生 這知名的中錯名人 都改變了世界 甚至有很多人 把他們當作榜樣來看 除了剛剛講到 比爾蓋茲 還有賈伯斯之外 維泰還有幾位 應該大家也大致上而受能詳 這些人居然也是 對 法蘭克萊特 他是一個知名的建築師 古根漢的博物館 就是出自他的手 他在麥迪遜大學就讀一年之後 就決定要去載學了 而且他是專心在做他的一個 建築方面的 study跟深入跟研究 所以時代雜誌還講說 就是他花在照大學建築上的時間 遠遠超過他就讀的時間 因為他其實就是有天分 讀一年就載學 他不太需要再去花那麼多時間在學校 那麼下一位就是在老虎伍茲的部分 老虎伍茲其實被譽為 這個史上最成功的高爾夫球手 為什麼 他的一個經歷是這樣 他在先前是在史丹佛唸經濟學 不過唸一唸他就覺得說 唸經濟學唸出好像也不知道做什麼 反而他對打高爾夫球比較有興趣 那就有人戲稱他說 他大概是唸到這個所謂 機會成本那個內容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唸出的機會成本比較高 還不如去打高爾夫球來得比較 賺錢比較快跟容易 所以他在讀了兩年之後 就決定要載學 然後轉為專業的選手 那最後一位是詹姆斯克麥隆 他就是一個很知名的一個導演 導演 他出名的一個作品就是 提達尼號 還有像阿凡達都是 這大家應該都看過 對 都看過 那他之前是在修什麼 是在學物理的 他在學物理的 那不過學物理 學學他覺得沒興趣 然後就修學 然後跑去開卡車 那他的人生也非常非常的 一個曲折離奇 那就是他開卡車 開開之後 他覺得其實 人生應該要做點 更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去學習 這個導演方面的東西 然後轉職去做導演 好 特別從物理系 變成導演 而且是全球票房大賣的導演 這些也都是在 中錯的學程當中 但是未來闖出自己一片天的 但是他們可能是自己選擇 要錯學的 並不是說真的在讀書上 讀得不好 他們可能成績上是不差的 只是因為一些因素的影響 甚至有可能覺得說 賺錢比較爽 所以就不讀書了 但是也有講到說 在世界上有很多所謂的 學習障礙者 他們也拿出了 不錯的成就跟表現 但是我要請教薯芳 學習障礙者 你提供我們幾個滿有 全世界大家知名的人士 但是我們要先定義一下 什麼叫學習障礙 其實學習障礙上面 它分成閱讀障礙 或是你是自閉兒 或是你是過動兒 這個部分都是會造成學習障礙的 可是在統計學上